底下我们这个范围 然后呢 它的相乘 相乘 有没有 是总和 那也就按确定之后的话 如果我把第一个array 第一个array 其实就是一个 第一个范围 这个范围 那这个范围丢过来 它就是一个array 它就把它当成一个阵列 反正阵列跟范围 也许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 它会有三个东西 放进来 范围 然后第二个范围是它的成绩 那 第一个范围的话 也不能动 所以选取它按F4 F4的话 把它固定一下 按一个确定 然后呢 如果它做成一样的 那我们把那个小数点 给隐藏起来好了 OK 然后它现在要填满 第二种方式就是用什么 用sample的 OK 也可以把它做出来 有没有 所以我们这边有两种方法 假设说我今天 请各位自行加这个比重 那如果你要算出 它的总成绩的话 有第一种 第二种 OK 另外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一样 延伸出来 假设说我今天 我希望 因为如果说一个老师 他常常做这件事情 可能每天或者是每周 那最好当然 你不要下公司 按个按钮就可以了 一个清楚 一个按下去 那将来当然 它可以自动去列印的话 那有没有办法 帮我把这个VBA的 做法给做出来 OK 那再来当然有一个什么呢 制定函数 也许你可以有一个 制定函数的部分 假如说类似的功能 你想要再制定一个函数 也可以产生结果的话 这个地方怎么做 那VBA部分的话 我想前面做了蛮多了 不外乎就怎么样 I等于 有没有 13到27 或者你可以从 这个储存格 向下追踪 它也可以取得 是27 这个范围就有了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做什么呢 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呢 取得它的 DEF栏里面的资料 然后呢 把它乘上什么 乘上它的比重 那当然你也可以乘上 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那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乘上 不过特别注意 在VBA里面 你不能用30 百分比重叙述 你变成你要怎样 把它改成0.3 对不对 用0.3 那最后的话 再把这个的公式 自动放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这个VBA就做出来了 一键完成嘛 那最后你也可以 加一个按钮 放在上面 按下去之后 它自动可以帮我产生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类似的做法 前面已经做了蛮多的 所以你就是大概变化一下 OK来这里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大家可以试试看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